想个梦想 师父 他是这样说的 你看这个童心 真的与南京菩萨好有缘 他梦到了南京菩萨 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弟子问 这是哪 南京菩萨说 这是四川的公嘎山 南京菩萨说 我曾经在山上采过药 然后南京菩萨带这个弟子 到了山的上方 弟子看到山很大 白白的上面 勿气环绕 然后南京菩萨就把弟子带到了天上 带到了炼去丹药的地方 拿出一个扁原的米白盒子 那盒子上上面有螺丸 里面放了好多颗药丸 有七八颗 南京菩萨就给了这个童修 这个童修问 南京菩萨这个药丸怎么用啊 南京菩萨说 将来你救人的时候 拿一颗放在水里 或者直接入口 那这个童修问 那这个我的药丸放在哪里呢 南京菩萨说 放在你胸口的这个位置 接着呢 这个童修的胸口地方 就出现了白光一闪 准备走的时候 这个童修就问 南京菩萨你为什么带我去公嘎山呢 南京菩萨说 我在这个山上受过难 当时为采药 真算是历经千辛万苦了 当时 当时他心想 南京菩萨是不是用天梯把我送下去啊 接着太上老君 看到太上老君来了 太上老君又手中的扶尘一扬 他就采着扶尘下来了 弄就醒了 师父 嗯 是啊 所以 所以我跟你说南京菩萨也好 太上老君 菩萨也好 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 非常好的 明白了吧 嗯 那 师父 你看南京菩萨说 他说是 这是西川的公嘎山 曾经在山上 南京菩萨说 曾经在山上采过药 结果 这个童修上网上一查 真是有这么个公嘎山 他们说当地封为神山 并不是说 对啊 就是啊 你不知道南京菩萨看病 那是一流的 嗯 那 师父 弟子问 南京菩萨他不是告诉他 我在这个山上受过难 当时为采药 真算是历经千辛万苦 请问师父 是不是南京菩萨有一次 也是在这个地方做过 明医啊 给大家治病啊 师父 有啊 有啊 就像 其实像李时针这种嘛 都是仙人 都是菩萨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 那师父 为什么南京菩萨和太上老君 有点像啊 他有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 都像 这些老人家都是 在天上那些老人家 都是这种慈善之像 那你 你怎么不说 那个太上老君 南京菩萨怎么又像 又像那个 那个 像那个叫 福禄寿三个了 对不对啊 像不啦 都像的 都那种 老人家都是 天上老人家都是那种形象 非常 慈眉善目的 慈眉善目 慈眉善目 那 那师父南京菩萨给他药丸 将他将他将来的救人的时候 就是用 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同修的 就是将来培养 对啊 师父 其实给他的药丸是什么 药丸又不是吃在嘴巴里 又不是给他在现实当中的 已经给他放在他的身上了呀 放在他心上了呀 是这个概念的 明白了 因为你看我们师父应该你说过南京菩萨曾经在南京 哦 师父说南京菩萨还有一事在这个四川宫嘎山呢 多了 一个一个菩萨能够能够成为佛成为菩萨的话 他在人间不知道要修炼多少多少事了 你看看师父在人间吃了多少口啊 没办法 过去啊 现在啊 你们知道的都讲了就算了 不知道我也不会讲 反正大家心心里知道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呢 对不对啊 所以嫉妒人家的人全世界是最傻的人 看人挑战不绝重啊 你对不对啊 是嗯 我是的 我生活了 我就都是